可能回到南海的这个行为准则 或者是南海的各国宣言方面 那么另外呢 在东海黄海这方面 我相信中国大陆也不可能坚持 南海假如让了 黄海东海甚至连渤海都不可能 都不可能坚持说这是我的内海 那现在美国就是不让中国大陆 把这些周边海域变成内海 这是美国的第一目的 中国大陆假如不妥协 那双方对次的态势可能升高 但是假如中国大陆呢 要考虑到它自己的战略机遇期 它能不妥协吗 不妥协就要对抗 从对次变成对抗 那就代价很高了 对抗假如发生冲突 那代价就更高了 所以中国大陆呢 我认为迟早会back down 会往后退一点 美国呢当然也不会过分 假如你同意 这个都是公海的话 我这次演习可以不进入 不一定要进入黄海 但是以后随时可以进入黄海 所以你认为这一次的对峙 中国会先退 我认为迟早要退 因为中国的军力呢 这个距离美国太远 李老师你同意吗 中国会先妥协吗 我想美国最主要的目的 可能还是希望中国回到 就是因为对台军售之后 中国跟美国这个军事对话的机制 这个已经中断了 那我相信美国也希望 增加一些压力 让回到一个双方能够 这个军事交流 继续能够再重新展开 重新展开呢 就比较少一些不确定性 对于这个中国大陆的 这些不透明的事情 对于这些中国大陆的演习 军事的了解 双方也可以避免一些冲突 我想最主要可能还是希望 中国能够回到这样一个对话机制 是是是 不过下午我要请教一下 我们之前一直在谈的那个 那个chicken game 就是那种落鸡 那种撞车的那种赛局 两边要撞车 谁先闪开 谁就是胆小鬼 谁就先输 那欧巴马现在不能闪 因为他国内那个选举压力很大 老共会不会闪不晓得 因为解放军其实也是弄得很硬 可是这个情形真的会对撞 或者是只是两边 只是在那边相互叫嚣 互料横化 你说要打起来根本不可能 从军事对峙的角度来看 长期下去 就是美中双方之间 这个战略的禁逐地位 大概是已经形成了 而且美国其实在整个西太平洋 南中国海印度洋 甚至于叫中亚 对中国所形成的这个 几乎可以说是一个 准围堵的态势 也已经形成了 那至于你说 大陆跟美国这一次 双方会不会就是产生这种 所谓chicken game的这个效应 我个人认为就说 你说他们的之间要爆发全面战争 我个人认为是不可能 因为其实中国大陆的领导很了解 就是其实他们的作战实力 跟美国是没有办法相互抗衡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你就单就 你双方实力来做对比 大陆他们这次不断地在利用 什么航母杀手等等之类的 这些甚至于就是解放军 等等这些的放话 他其实是要刺激美国说 我绝不率先使用核武 就是我绝不使用核武报复 所以某种程度来说 大陆就是中国方面 非常忌惮美国他的那个核报复能力 是 因为你知道就是说 如果今天一旦 在如果擦枪走火成真了 中国以挺全中国之力的确有可能 到那个集成一艘美国航空母舰 我个人认为这个是可能的 但是集成以后呢 美国其实在整个太平洋地区 还有四到五艘航空母舰 如果在东太平洋 大西洋一起过来 如果对中国要进行一个 全面性的这个攻击 他不见得要占领中国领土 他以打击你的有效军事力量 为目的的话 这个美国有绝对有能力做得到 而且以今天中国的反制能力来讲 他的海军最弱 他的空军次之 那他的那个 有拥有那个数量庞大的 那个陆绢的部队 但是美国不跟你打地面战 所以如果他如果消耗掉了 中国的那个海空的实力 对中国未来想要维持 他的这个主权或领土的完整 是有问题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他必须要在这个时候 要有所取舍 而且我们今天拿一个例子来看 就是中国他往往在对外 那个发布了很强硬的弹荒下 比如我记得好像98还99年的时候 他宣布台湾海峡是他的内海 结果他一宣布以后 刚宣布澳洲就派了三艘军舰 来冲台湾海峡 然后没多久 美国另外一艘 那个神盾巡航舰 也来冲台湾海峡 但是你看他发现 后面中国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就知道了解 大陆他现在 是一个自我感觉很良好的大国 他在经过这番 等于说算是 某种程度来讲 是放话以后呢 他必须要很聪明的 为自己找到一个台阶去下 不然的话 双方的这个禁竹 你说大战争 我个人认为不会发生 但是你说小冲突 在各个方面 我觉得会越来越密集 所以林老师 可能以后的美中关系 就是说台面上表面上大议题 包括所谓的经济经贸合作 包括反恐议题 包括中东的议题 美中呢还是会握手言和 然后呢彼此把酒交欢 可是私底下就是 一直相互统来统去这样子 会是这样子美中关系吗 就在整个军事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的确是这样子 其实我们也不要忽略 因为这个美中是大国 但是夹在中间有很多的小国 或中型的国家 比如说这个天安界事件之后 南韩就一直要求 欧巴马政府要采取一个 很强硬的这个政策 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南韩 包括这个菲律宾 包括越南 他们要跟西方 尤其是英国的食用工资 要合作的时候 都受到中国大陆的这个阻止 所以毫无疑问的 就是说像越南 像菲律宾 像南韩 甚至像过去的台湾 都会要求美国要站出来 而且来平衡 中国大陆对他们施加的这个压力 像南韩的话 毫无疑问的 他们就觉得是北韩 跟中国大陆 所以南韩就一直在怪 在天安界事件之后 为什么中国大陆对北韩 没有采取一个更强硬的这个政策 是是是 我想请教 所以你认为说 这样美中关系的改变 因为之前大家都认为说 欧巴马跟胡锦涛关系 其实还不错 之所以会这样改变 是因为欧巴马内部的选举压力 或者是中国自己在军事上 或经济上 采取过快的扩张主义 我们来看看 最近整个美国公布了一份 中国的军力报告 他除了还是强调说 中国对台湾 特别是对台湾的军力部署 没有发生什么 因为两岸关系 而发生改变之外 更重要的是 他已经突破第一岛链 很多这种中长城的飞弹 不但可以直接打到关岛 甚至可以打到美国本土 而这种已经可以突破 攻击第二岛链 会让美国觉得很害怕 中国在军事上 以及在经济利益上 特别是在海域的经济利益上 他真的是采取快速的 而且是过度的扩张主义吗 我觉得在过去这几个月 我们的确可以看得到 的确是这样子 我们可以看得到 就是中国大陆在这个南海 他要求有几个月的休余 就不准任何一个国家 到一个特定的海域去捕鱼 然后他的遗震船 然后到这个南海 到南沙群岛去巡逃 然后4月10号 他有十艘的军舰 包括两艘的浅舰 八艘的水面舰 穿过这个宫谷海峡 这附近 然后进入到这个西太平洋 所以对日本来讲 他也是感受到 中国大陆这种军事的压力 我们可以看得到 在美国前几天公布的 中国大陆的军力的评估报告里面 他讲的一件事情 他说在未来这种 12艘的一个海上的这种的舰队 会经常的出现在 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 然后对中国大陆来讲 就是要建立到 直到这个第二岛链 就关岛这附近 马尼亚拉海国 这附近的这些的海域 是是是是 陈老师你怎么样看待 中国真的在军事上 采取所谓的扩张主义 然后会直接威胁到美国 不管是在军事上 或是经济上的利益 我们来看到 包括韩国的部分 在镇海乌山 美国都有重要的军事基地 沖河沖沖沖这一部分 更是重要 包括普天坚 包括加首纳子 这个远东最大的空军的 这个基地 台湾当然是美国 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利益之所在 然后整个我们再看到新加坡 另外现在整个中国的 这个军力 已经可以突破第一岛链 到第二岛链 到关岛这个位置 关岛是美国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海空军的基地 我们再来看一看 最近美国所公布的中国军力报告 究竟为什么美国会这么在意 或是这么紧张 或是这么气愤 东风31A型的这个飞弹 这个是东风31型的改良进阶版 射程可以到一万一千多公里 然后直接可以打到美国很多地方 开发能够扩大作战范围的新平台 还有新的能力有助于中国可以去解决东海跟南海 甚至跑到印度洋跟第二岛链之外的这些问题 而且中国已经具体的展示在第二岛链之外呢 它可以部署有限现代水面的平台的能力 譬如说在阿拉伯那个地方亚丁湾 之前呢整个那个索马利亚的海盗 常常把人家抓起来 台湾也被抓去了 这个地方它可以去执行反海盗的任务 再来2020年的时候呢 中国可以打造一支更广泛的地区跟全球目标的军队 而且中国正在扩展兵力投射的范围 远距虽然现在的兵力能力还是有限 可是呢在2020年的时候十年之后 中国就可以拥有多少的航空母舰 因此美国的军事利益 正受到严峻的威胁跟冲突 以目前来看呢 中国大陆的人民解放军呢 大概达到了它2010年所设定的目标 就是它在这个区域成为一个跟世界其他国家呢 大概就是一般的国家 当然美国例外 达到一个跟他们至少平起平坐的一个地区 虽然美最近的报告显示呢 日本的潜见的这个技术或者是水准呢 是远超过中国大陆 但是它基本上各方面的这个军事力量呢 这个部署也好 发展也好 确实是让别的国家感觉到它是在进步之中 所以它在2000年的初期 那个年代的初期 2010102这个初期 它已经具有了 那个让美国的对台海事件呢 冲突干预的这种让它复杂化的能力 而现在呢则已经慢慢具有一种 就是说接近贺阻的人 当然还距离贺阻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这个这份报告呢 美国的国防部的五角大厦这份报告 马上也说出来 美国还是有人力来对付中国大陆 对这个台湾的武力的这个进犯 所以说这方面来讲 表示美国对于目前中国大陆所拥有的兵力呢 还是认为是一个 我们不能说它还是一个很幼稚的阶段 但至少是不认为它足以挑衅美国 所以在这方面来看呢 中国大陆 所以说2020年它可能会发展出一些航母 但是航母要发展到完备的时代 美国经过了很多年才发展到今天的能力 那这个需要又需要再一个十年 甚至更长时间 所以说整个来讲 它航母战斗群成熟大概需要20年时间 这是一般的估计 我特别想请教四位来宾一个问题 就是说其实所谓的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呢 那是忍战时期 所谓的民主国家 所谓的然后为了防堵所谓的共产主义的蔓延 所以在这边搞了一个第一岛链 从韩国冲绳台湾 然后一直到新加坡菲律宾这边 然后呢再搞了怕说第一岛链被突破 还再搞了一个第二岛链 那现在呢摆明的是要围堵中国 对这里面很有趣的就是说 这个作为第一岛链第二岛链 中国大陆虽然也有军队去 这就好像有一个观念 留学和游学 这个中国大陆现在最多只接近游学的一个阶段 去游一游游玩一下 但是呢距离留学的还很早 留学起码有个七八年十年的工夫 那这个中国大陆就绕一圈回来 美国也没有阻挡它 日本也不会阻挡它 这每个国家都有公海航行的权利啊 所以中国大陆现在海军 大概只能在第一岛链第二岛链游学一下 游一游啊 去游学了还没有到今天哈佛的这个情形 可是颜老师我要请教你呢 之前我们一直在谈说 其实全球已经进入所谓的后冷战 或是已经早就摆脱冷战思维 就已经不再是采取那种对抗的那个思维 可是现在整个局势看起来 似乎美国还是想维持第一岛链 因此在美韩的这个联合军演的情形下 他就是要把这个关系再拉近 然后美日同时在接下来也要再做一个更大规模的这样子美日联合军演 换句话说现在是不是又回到那种冷战的思维 美国就是要跟韩国就是要跟台湾就是要跟日本结合起来对付中国 我想美国可能还是要质疑 过去这么多年来 中国大陆一直讲的从和平崛起到和平发展 所以强调的只是一个区域 不想做到一个全球的一个霸权 那美国对他这样的一个态度是还是存疑的 特别整个大陆的这个军事预算 好像是被高度的低估了 虽然说跟美国的军事预算来讲还差得很远 但是以这样子现在大陆这样这个方向来走下去 很可能将来就是会 我们讲的说在这个全球这个霸权的里头 会有一个新兴的权利来挑战那个老大 那美国当然看到这样的一个危机 所以也不希望中国大陆变成这样子 就是得自己可能刚刚向校委讲自我感觉良好之后 会做出一些其实超乎他能力做的事 反而引发更多的不稳定 所以先做一些嚇阻 免得有一些不必要的冲突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向 林老师你会认为全球又陷入冷战那样子的一个对抗思维 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冷战的结束 在1991年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苏联的解体 变成15个独立的这种国家 不过在整个东亚地区 尤其东北亚冷战并没有真正的结束 我们可以看得到南北韩这种高度的紧张 2006年北韩第一次核四报 2009第二次核四报 然后我们再看到从1996年开始 一直到这个2008年 台湾海峡一直持续都很紧张 所以冷战从某一个角度来讲 在其他的地区结束 但是不过在东北亚的国家 国防预算反而是增加的 包括中国大陆包括南韩 包括日本甚至也包括台湾 所以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整个东北亚甚至包括东南亚 我觉得冷战还是持续的 不过我觉得对中国大陆来讲 最重要的是南海 中国大陆它的利益 并没有说要往东 一直穿透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 那个部分只有是要阻止 美国来接近台湾海峡 当台海有危机的时候 阻止美国来接近 真正中国大陆要去经营的是 整个的南海 马六甲海峡 然后担心这个南海跟马六甲海峡 在重要危机的时候受到这个牵制 所以中国大陆整个的战略 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石油的这种 跨海的这种的战略 珍珠项链的这种战略 然后在这个缅甸 在这个孟加拉 然后在巴基斯坦 都希望利用他们的港口 然后有一个陆路 把这种中东跟非洲的石油 直接的从中国大陆的西南 或中国大陆的西方 就来进来 是 是 是 不过另外我们可能特别要再强调了 那台湾在这个所谓的 可能在军事上 还是采取稍微对峙的这个局势下 台湾的位置 台湾的战略究竟是什么 台湾当然是被划在美国第一岛链 很关键的核心利益当中 可是我们也都知道两岸关系是快速的和缓 暖化改善进步当中 那到底美国怎么思考台湾 在所谓的前几天 美国公布中国军力报告之后 美国很具体的讲 中国现在对台的军事部署 没有因为两岸关系的和缓 而发生什么大的改变 而中国对台的短程飞弹 还有1050枚到1150枚之多 另外中国现在已经慢慢的可以截断 包括从第二岛链来对台海支援的 这样一个军力 在这个情形下 今天马总统再度重申 要去采购F-16CD型战机的台湾 这样子一个意义 我们来看看究竟台湾如何思考 在所谓的美韩联合军演的 这个所谓的东亚局势情形下 台湾应该有的战略思维 马政府上任后 尽管台海紧张情绪大幅降低 但是美国日前公布中国军力报告 提出两岸军力差距逐渐拉大的警讯 对此局势 总统上午接着接见 美国联邦参议员伯里斯的场合表示 为了平衡两岸军力向中国倾斜的趋势 暂时公开呼吁美方对台出售F-16CD型战机 我们跟美国采购的F-16CD战机 也希望美方能够慎重的考虑 也平衡海峡两岸 在过去这段时间当中 军力向中国大陆倾斜的趋势 马总统并强调台湾采购先进战机的目的 不是为了发动战争 而是加强台湾防卫能力 而在这时间点国防部与学者专家举行了论坛 主轴之一就是国家安全 学者表示中国在南海等地扩大军力 甚至在台湾之外威胁到西太平洋的第二岛链 有能力对亚洲各国执行军事行动 这样的军事发展更是美方所担忧的 北京这一军可以说在航母还没有建造之前 就表现对南海的这样一个政治企图心 当然提早让美国做了一个更高的高度的警觉 学者认为今年的中国军力报告分析 显示美国更全面看待中国崛起后 全新的亚洲战略态势 而在美职安保之外 尽管两岸关系和缓 台美中的微妙关系中 马总统宣誓台湾在国防上 仍然没有松弛警戒心 会持续向美国购买武器 借此表态将持续维持美台的军事合作 记者云贤郭俊林台北报道 下午我们还是来关心台湾的部分 这一次美国所公布的中国军力报告 讲说中国对台湾的军事部署 没有什么重大的改变 没有因此而撤飞弹 没有这个迹象 再来是说对台湾的短程飞弹 是有1050枚到1150枚 而且杀伤力已经升级了 再来是东海实行这个巡异飞弹 有200枚到500枚之多 因为这个非常精准的 可以想打总统服就打中服 因为巡异飞弹是可以打得很精准 再来是优先开发阻止 或者是反击第三势力 也就是讲美国了 如果台海危机的时候 美国要进来呢 他可以阻止 然后这种台海危机的作战能力 但是中国现在还是没有办法 全面的封锁住台湾 台海的所有的路线 然后他想要拦截并封锁 所有进入台湾的交通路线 现在还做不到 可是5到10年内 将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这个局势台海的优势 顶多在保持5年而已 5年之后 中国很可能就可以全面封锁 台海的所有的交通路线 解放军是有能力 可以完成各种的 对台两栖作战行动 可是没有能力 对台湾岛实施 全境的登陆作战能力 再来美国在台海地区 还是保有一定的军力 这个就有意思 这个就是说现在有 以后当然也不会撤走 美国在台海地区 要有一定的军力 才能防范北京用武力 来解决台湾问题 美国现在究竟怎么思考 台湾的战略 其实如果说你从整个东亚的 这个集体安全的 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美国对于台湾的这个角色 其实可以说是非常的微妙 就是他既希望我们跟大陆 不要弄到兵戎将军 因为如果弄到兵戎将军 他可能要卷入这个战争 但他也不希望我们跟中国太好 如果太好的话 你中国的军队可以借由 那个台湾的周边 肆无忌惮地进入这个 菲律宾海 对于美国来说 也不符合他在西太平洋的 这个国家安全利益 因为我们知道对于 美国的军力 其实现在来讲影响最大的 反而不是他的航空母舰 或者说他在发展中的 这个航空兵跟这些飞弹 如果今天美国的那个舰队 从这个东太平洋 越过太平洋而来 对于美国威胁最大 其实是大陆的潜艇 但是今天美国在太平洋 就特别在台湾这一块 他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缺口 美国在冷战时期建立了一套 非常完整的这个 所谓的水下听音系统 就在海底放一大堆的麦克风 去听这个潜水艇的通过 但是刚好就在 那个石渊岛到台湾 另外台湾到旅宋岛这一段 是断掉的 因为他们跟我们现在 是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 在这里建立这个水下 监听的这个系统 所以美国非常担心 大陆的这个潜艇 对不对 从这个地方摸进 这个菲律宾海 然后影响到 未来那个美国 如果出兵台海的话 他的那个海军舰队的安全 那对于台湾来讲 其实也的确 那如果我们今天 不继续的去增强 我们在这方面的防卫能力 特别是反潜跟制空上来说 那你说战略天平一下就 那个等于说 那个等于说这个军事平衡 一下就移到这个中国那边去的话 对美国来讲 他其实也并不乐见 但是现在我个人的感觉是 美国好像非常希望 我们在这个集体安全 这个角色中 希望我们能够表态 他到底是 你在政治上来讲 是不是要 等于说完全的宣布 导向美国这一边 有点这个味道 就是说 虽然你现在经济的情况 跟大陆非常好 但是今天台湾岛的位置 非常特殊 你看美国在台湾 就是说 他卖给我们一套长城预警雷达 我们刚刚我们讲 长城预警雷达这个东西 他其实 因为他可以看得很远 如果大陆打这个 那个东风21飞弹 或说甚至其他弹道飞弹起来的话 他可以先看到 他的航空母舰 就可以在那个 菲律宾海开始进行 这个回避的动作 避免被中国的这个飞弹击中 所以美国对台湾来说 他还是有他的安全的 这个利益在里面 所以但是我觉得现在就这个情况 对我们来讲 就是等于说 你要如何的选择 我觉得这个阶段 对我们中华民国来讲 是一个选择的一个机会 就是说 你在政治上跟经济上 要如何的来分别来做表态 我再请教您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就美国的利益来讲 台湾呢 最好不要跟中国关系搞得太紧绷 说要打起来 但是如果两岸关系真的太好 那反而是会损害到美国的利益 所以现在是欧巴马在逼的马总统要表态 你到底是要站在哪一边 我觉得特别是在安全这个 就是说集体安全这个策略 那个事情上来讲 像比如说天安健的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因为那个 我们并没有在第一时间 就对北韩提出谴责 甚至还传出这个杨副部长 到美国的时候 马总统表态了 他要买F-16CD型战机 对不过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段期间 他当然是希望 但是你也必须要考量到 我们自己本身国内的情况 第一国家的那个国内的预算 允不允许 第二就是真的美国如果宣布 他又出售 又列了一批对台军售清单 可能如果真的包括 那个具体的一个前建 那个销售计划 然后说F-16CD战机 或甚至于比F-16CD战机 更多的计划 如果万一我们 真的得到了这个销售 销售的这个许可 但是我们没有建案 到时候会怎么样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值得 去深思的问题 波林老师很有趣 可能校委会认为说 欧巴马逼着马总统 马19总统要表态说 你在政治上或军事上 或是安全上呢 你是不是还是要回到 美国的这个利益 可是马总统的讲话 搞不好也是在逼欧巴马表态 你F-16CD 你到底要不要卖给台湾 我总统都已经讲 我要买 那现在换你要不要买 还有可能台湾跟美国 也在逼着中国表态 究竟你在两岸 或者是你在军事上的扩张策略 你要不要退回去 到底是谁在逼谁表态 我在想就是说 这些的国家都希望 能够和平来处理 所有的这个争端 不过我们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因为中国结起 这个是一个没有办法挡的趋势 因为随着中国结起之后 它就不满足只有在中国大陆 它要往外 所以有海洋的国土 海洋的这个潜意 所以从这个黄海 东海跟南海 都会跟美国或其他相关的国家 会有一个冲突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对马总统来讲 他能够采取的一个策略 就是说在经济上 尽量的跟中国大陆来交往 不过在安全上 他还是知道 必须要靠美国来协助台湾 因为台湾或国民党 这个执政并不会是永久的 所以就是说马总统他觉得说 应该要有这个F16C跟D 这个不是只有国民党 包括民进党都主张 而且都认为国防疫创 应该要有适度的提升到 我们整个4000亿的美金的 这个GDP的3% 所以对台湾来讲 有一个非常关键的 就是说你如何在南海 要不要跟中国大陆一起合作 来对抗其他的东南亚的国家 然后在这个钓鱼台 要不要跟中国大陆来合作 来对付日本 所以这些的话 从中国大陆跟从台湾的角度 我觉得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轨道 是是是 燕老师也许我们再把那个整个 那个镜头拉高拉远 转奥一下 这个我们现在看到是台湾 在这个第一岛链的位置 如果说我们把镜头拉得更远 这边是中国大陆 这边是台湾 日本然后菲律宾 琉球这边第一岛链的位置 中国大陆 这些地方离中国大陆这么近 那美国在哪里美国在这边这么远 我想说的是说势必会冲突 当中国经济起来的时候 他一定会朝海洋发展 这个一定要跟美国的利益冲突 接下来怎么办 中国真的会安分的守在这边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想就是说对美国来讲 他过去长期所担心的就是说 他一定是希望把最主要的敌人 主力在离美国本土越远越好 那911当然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 所以在过去他去干涉古巴 干涉拉丁美洲像尼加拉瓜 他都长期讲了一句话 就是假使你不在那里 把共产主义共产党给挡住 你就要在墨西哥边境 要跟他们作战 那同样假使今天中国这个势力 开始出来 你不在第一岛链这边围堵 马上就要在夏威夷 要碰到跟中国有冲突 他的思维是这样的一个思维 那现在就是台湾的角色 我认为台湾大概是又要走一套 就是说也要跟中国大陆有一些沟通 就认为说你让我能够购买到武器 我有一个比较好的安全 美国信任的情况之下 我跟你的经济交往 我在国内反对的 也会小很多 那事实上也是符合中国大陆的利益 中国也不希望台湾跟中国大陆 因为这些议题又开始分歧了 那经济继续交往 甚至未来还有一些其他 不同层面的交往 但是在安全上面 当台湾是比较安全 有保障的时候 台湾也更有信心 跟中国大陆交往 我希望 我相信这一个 中国北京一定也会了解 到最后我认为还是一个套招 就是台湾要买武器 中国会抗议 但是台湾会说明买武器 其实是对我们两岸交往是有利的 到最后大概抗议完了也就没事 那美国呢也赚到了钱 大概会是这样 可是这个当然是站在我们自己的利益来看 但是我们买F16CD型就是要打中国 我的意思就是要防卫中国来打我们 就是要打他 那中国当然不符合他的利益 可是我们买了这个武器 我们不见得是会去打 但是对我们国内的这个反对 跟中国交往 担心台湾的安全有疑虑的 这是一个好的 就是有这样的实力 我们才能够跟中国交往 那同样我们今天买了这个武器 以后真的有冲突的时候 美国出兵 欧巴马政府 或者美国任何的政府 要来援助台湾的时候 也会说台湾还是自己愿意买武器 所以天助自助者嘛 而不是说我们今天在那边 什么东西都不花 然后就等着美国来帮忙 所以是其实这个 应该是对三边都有利的 不过程老师您在看 就是说美中呢会因为这一次 美韩联合军演的关系呢 可能会有很微妙的变化 那台海两岸之间的关系 会不会因为台湾跟美国 买了F-16CD型战机之后 所谓的那种两岸春暖花开的局势 从此急转之下 我想台湾买武器呢 中国大陆过去反对台湾跟任何国家 尤其他的邦交国 签FTA或者类似的协议 但新加坡已经开了个例了 所以可见中国大陆在中国 现在连武器都能买了 这个问题他想通了 但是呢现在武器他还没想通 我想假以时日他还是会想通的 因为你不 中国大陆一直反对美国卖我们武器呢 那后果是什么呢 后果就是我们不跟大陆谈 军事政治的问题我们都不谈了 连经贸问题可能都受到负面影响 所以说中国大陆迟早要想通这一点 你在不断的阻挠我们 你最多耽误我们一两年 美国迟早会卖的 不可能说是不卖武器 武器是迟早也会卖的 另外F16CD呢你要看一个时机一个timing timing好的话美国也是会卖的 那么至于这个校委所说 哪一天会不会卖浅件 我们付不起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浅件也不可能说八烧一期卖给我们 我们可以分级付款慢慢买 慢慢每年付嘛 每年编语算增加一点嘛 不可能说一次买光嘛 所以说这个情况 F16CD都不可能一次买到的不错 假如真的要买几十价的话 甚至上百价 那可能要慢慢来 所以说这个情况是显示我们 展示我们防卫台湾的决心 这个是美国需要的 那么也是一种表态 十有吉